大社国际发起情愿书活动 呼吁中国政府确保在孩子选择的情况下 允许他们离开中国 以便他们尽快与身处国外的父母及兄弟姐妹团聚 据报道 大社国际称 东都决散的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 受到前所未有的镇压 维吾尔父母被迫与子女分离两地 请一起发声 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子女可以与父母团聚 我们将与4月底将收集的联署总数 递交给中国政府 大社国际在上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 几十年来 许多维吾尔人在东都决散 经历了系统性和民族和宗教歧视 自2014年以来 东都决散大举扩张了警力 并实行全面监控 这也是当局公开宣布反恐人民战争 和打击宗教极端主义行动的一部分 监控和社会控制措施 在2016年开始迅速扩展 2017年 当地的维吾尔人 哈萨克人 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民族的处境 变得越发艰难 自那时期 估计有100万或以上的人 被任意拘押在东都决散的教育转化中心 或职业培训中心 遭受各种形式的酷刑和虐待 包括政治教化和强制的文化童话 这种压迫人民的大规模拘押行动 和有系统的镇压 让身为父母的维吾尔人 无法返回东都决散 照顾自己的孩子 他们的孩子也几乎不可能离开中国 到国外与他们团聚 日本近来对中国军队在东海和南海 表现出强势姿态 深感不安 日本为此加速了与盟国军事合作的步伐 日本防卫大臣安信街 4月23日宣布 5月11日到17日 美军、法军将与日本自卫队 在日本本土西南部的九州一带 进行联合演习 日本共同社报道 三国联合演习可视为 对中国海洋令人不安的扩张行动 进行牵制 安信夫还表示 航空部队也将参加演习 在九州西方的海域与空域进行 同时 法军、海军与海上自卫队 也将进行共同演习 以强化三国之间的军事合作 进一步提高日本自卫队 防卫岛域的战术与能力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达敦 25日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访问时被问及 台湾冲突是否有可能扩大时表示 澳大利亚在与中国的冲突中 不应忽视台湾问题 但他也强调 澳大利亚将与该地区的盟友合作 努力维持和平 大顿表示我们不应该低估冲突 他补充说中国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了及统一台湾的野心 他提到人们必须务实地看待这些活动 整个地区的基地都在军事化 很显然周遭有大量的活动 而且台湾和中国之间存在敌意 他说我们希望确保自己继续扮演区域内的好邻居 与科办及盟友合作 况且没人想看到中国与台湾或其他任何地方发生冲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炳 26日主持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近期美国对俄出台大规模制裁 驱逐使命俄外交官 一些欧洲国家也相继驱逐多名俄外交官 俄方采取了必要会赢措施 请问中方对此如何评价 冯文萍表示 中方历来主张国与国之间通过平等协商妥善解决分歧 我们反对动起使用单边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 这是强权霸凌的做法 不得人心 日以遭到底治和反对 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在维护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上 双方将继续互相理解 互相支持 日本首相菅一伟 昨天与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 就中国在日方周边水域进行逼近行为 表达严重关切 日本共同社引述外务省的说法报道 菅义为对北京在东海南海加剧片面 改变现状的企图感到忧心 包括中方近期推出海警法 赐予中国海警以武力对付侵入水域传制的权利 通话期间 菅义为与莫迪也同合作对抗武汉病毒疾病疫情 并就印度使用日本技术与资金建造500公里长的高铁计划 有所进展表示欢迎 菅义为还提起在网络安全、减碳、5G 与供应链多样化等领域的双边合作 外务省表示 两人都强调日本与印度合作 并与其他包括美国、欧洲等国 共同实现自由与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